配合度很高 你们可以看那个猫的眼睛 现在它黑色的部分比较少 就表示它比较不紧张 但是它黑的统统放大 比较大的时候 就是它比较紧张 黑色多的时候是紧张的时候 对 中刚肯定很紧张 对 它现在黑色的部分就一点点 所以它现在比较放松的 一博那只猫好大 这只猫太棒了 什么牌子的 什么品种 名牌 对 这是叫做缅因 缅因 原成是美国的缅因粥 也是猫里面算是体型最大的一种 大概可以超过十五公斤 这种猫凶吗 它其实不凶 很温和 但是养这种猫的呢 很难体会这种小鸟依人的感觉 因为它在身上实在太重了 看王一波对视的 但个性是非常温和的 佳佳抱的是一个小猫 自己的猫 对 我自己的猫 就是美国短毛猫 也就是我们说的美短 这种猫跟老虎似的 山水画的 对 它也叫虎斑 对不对老师 对 美短呢 其实就是美国的土猫 那它的专长就是抓老鼠 抓猎 它是专门抓老鼠的 对 所以如果呢 它是汤姆 家里环具没有设定好呢 它比较容易会把家里的家具抓坏 但是它很独立 它不太需要人陪它的 对 我当时想养猫就是因为这一点 因为我们太忙了 就前段时间走边疆嘛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家 对 这猫特别独立啊 它比较独立吧 它比较独立吧 自个上班 自个下班 对对对 但是老师你知道 每次我出差三天回来 它就不认识我了 是卸妆了是不是 卸妆 有这个可能 是 其实不是不认识 它是重要性不足啊 我 财伦 你这个呢 我这个 你这个保住记忆 我真的抱不动 我这是一只橘猫和别的猫的一个 看见这一脸的汗 哎呦 它太狠了 我实在是从头抱到尾 不是说有个桌子什么可以放一下吗 你就是桌子 王河老师 我今天其实带了两只自己养的猫 韩哥 你要来了 它太胖了 我抱不动它 我真是 这拿肚子 这一百多斤嘛 橘猫呢 其实我们会称它为 橘色的胖猫 因为它毛色呢 跟基因有关系 像这样橘色的猫呢 也是一样 爱吃 然后肥胖 我们问一下这个熊把 什么样的人 就是喜欢养猫养狗 好 养狗的人呢 基本上它会有 比较有支配欲望 领导欲望 然后呢 喜欢照顾人 或者是被照顾 养猫的呢 喜欢猫独立 就是我叫你 你不来 那就算了 好 它喜欢不要太黏腻的 好啦 接下来我们就把狗狗呢 也收一下 是 让我们的入座慢慢聊 好了 我们来共同聊一聊 猫和狗 谁可以给生活带来更多的快乐 应该一样吧 这个不变了 因人 没什么 谁是因人呢 我就说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很重要的 赵老师 你家的狗养了多少年了 我们家狗今年算二十一岁了 快 马上就二十一了 超高龄了 二十岁一百四十岁了 二十岁大概就是一百多岁的人 对啊 因为他前两天马上就要去世了 然后哭好长时间 但是他突然又活了 因为他已经八天没吃饭了 然后但是他突然又开始吃饭了 我们家狗那个是 以前做过好多好玩的事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地面上那个风扇 然后一搁那儿 他觉得特别舒服 他那儿那儿 这么着 来回来去的翻 翻之后啊 他觉得那个风扇有点凉了 但是他不知道躲还就可以了 他站起来拜那个风扇 说那风扇 你能不能别吹了 就拜那个风扇 你家狗都成精了 对 然后就 要哭了 对不起 因为我前两天我就听说他快不行了 后来我就去看一眼 他在我妈我爸那儿 然后因为他听不见 也看不见 然后我刚走进去 然后他就自个儿蹭着 因为他看不见你 他自个儿蹭着就 就到你身边了 他也不知道你在哪儿 但是他就能感觉到你来了 就是那种感觉 珊珊你觉得是 狗狗给你带来的乐趣 应该是更多 猫就特别独立嘛 他他可能不会跟你玩 但是狗呢 就是很会玩 然后我妹妹是训兽师 所以我们的狗呢 都很会玩的 比如说 我有一只狗 Bonita他会装死 对 如果你 他就背 然后新年的时候 他会败 就逃那个红包 恭喜发财 对 恭喜发财 新年放炮的时候 会不会一直撞死啊 就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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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一年都在那地上抽着呢